你不信 一会儿跟徐震爸妈他们见面 你就别再打了这个脸了 我知道怎么做 不愿意嘱咐我 我知道我领证 没有第一时间跟您说 是我的错 我冲动了 可是我跟徐震 早晚都会结婚的嘛 对不对 行了 别说了 小徐在这呢 阿姨 姐 你爸爸妈妈都来了 他们也没什么事嘛 就早点过来 想着早点来喝喝茶 聊聊天什么的 咱们进去吧 给我 没事 给我 爸 妈 后面阿姨来了 小杰妈妈 你好 我们终于见面了 是是 你好 徐妈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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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杰妈妈 你好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大女儿 小敏 小杰的姐姐 你好 你好 叔叔好 阿姨好 好好好 你看你 多会生啊 两个女儿 一个晒 一个漂亮 阿姨 姐姐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大姑 大姑父 二姨 二姨父 还有我表姐 今天都晚了 你们好 你们好 头一次见面啊 我也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 我就随便买了点 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谢谢你 明明是我们来了这么多的人 打扰您了 很客气 这次啊 这么好 我可高兴了 买什么贵重的东西啊 我都愿意 就是时间太仓促了 等到他们两个人办婚礼的时候啊 我们就好好地准备准备 对了 快 包红包 差点忘了 差点忘了 来来来 小杰和小郑啊 都登记了 这个是我们俩啊 一份心意 见面礼 你快收下 不用了 不用了 你快收下 你不用了 这 收下 必须得收下 叔叔真真不用了 我告诉你啊 这是改口费 对 改口费 你快拿着 以后呢 就别叫叔叔 阿姨了 叫爸 妈 谢谢妈 谢谢爸爸 行了 咱们别在这站着了 入座吧 来来来 入座入座 来来来 来来来 小杰 妈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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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杰的姐姐 这边 大姐 来 多吃点 谢谢 你是哪一年的 我肯定比你大多了 我今年六十六岁 那你是属蛇的 太巧了 我们俩都是属蛇的 那你比我小一轮 太好了 今天我太高兴了 你看今天庆家也来了 那个 小郑和小杰呢 也领了证了 今后呢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是吧 是 那个 大姐 我 我 我叫郑大姐 来 我们一起敬你 您不见怪吧 那当然 好 来来来 敬您身体健康 也同样祝你们健康 好 坐坐坐 坐 谢谢 阿姨 姐姐 提前领证这件事呢 确实打乱了计划 你能不能遗迹 整个东西 我说 你哪里 答他 好像 没有 你 那么 你 要尽量快 抹饭了 你 你 我 要 你 把我 你 我 你 要 你 我会好好照顾她 爱护她 执子执手 与子偕老 共度一生 好啊 这杯酒代表我的诚意 我干了 好 好 咱们赔一个吧 大姐 以后呢 不管 是他们小两口 还是你们一家人 只要呢 有什么要求 尽管跟小郑提 她是男人得盯用 小琪 妈有件事要拜托你 小郑呢 遇到事啊 脾气就是有点急 但她心眼啊 一点都不坏 你啊 一定要包含她啊 应该的 以后不管小郑 有什么不对在里面 你尽管来找我们来告状 对对 好 这不管你是对与错 都是她做错 以后呢 我们都站在你这一边 妈 妈 我怎么可能让小杰受到委屈呢 爸 妈 你们就放心吧 我们肯定会幸福的 这样 小杰和小郑呢 已经登记了 我们就商量商量 婚礼的事吧 我想呢 北京办一场 在我们老家办一场 大杰 小杰 姐姐 你们觉得怎么样 妈 我们就听你们的安排吧 那太好了 我们一定要封封光光的 把小杰啊 取进门 对对对 对了 这 大姐我差点把这重要的事给忘了 我们这次来呢 是想给他们小两口啊 买一套房子 你看小郑 以前呀总是住酒店呀 公寓什么的 您现在证也领了 没一套房子 太不像话了去 成分 您跟这个小杰 姐姐 咱们一块去看看房子 是啊 大姐 你看 我在网上啊 做了很多功课 你看 房型挺齐全的 你看 都挺棒的是吧 然后我从中呢 挑选了几套 打电话给中介 愿今天下午啊 去看房子 小杰 姐姐 我们一块去吧 妈 我下午要回医院 我下午时间不行啊 她有工作 那 大姐 你就做主 我们听你的 我陪着去啊 来 多吃点 为了他们小两口新婚快乐 祝福他们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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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 都是你 这个还真的跟手机成一模一样 那必须都是实力拍的嘛 大家觉得这套房型怎么样 这格局还是普通了点啊 它住不下呀 大姐 爸 这房子已经算很好的了 这跟我们想象的 还是有差距的 不过 咱们挑选的余地大啊 你们俩别发出钱的问题 我们说父母的辛辛苦苦赚钱 就是让你们过好 大姐 您说对不对 徐政他爸说得对 这房子啊是有点小 你看 以后啊 你们小两口一间 再有个孩子 老大一间 老二一间 那要是再有一个 还有那保姆住在哪啊 妈 说什么呢 我们现在可没有要孩子的计划 那就现在开始跟我计划 妈 你们两个人哪 不要有养孩子的压力 那养孩子的钱 我和你爸早就准备好了 大姐 我呀给小杰选择了一个最好的 私立的妇产科医院做产检 等他们生完孩子以后呢 就去月子中心去做月子 回到家 我准备请两个保姆 一个呢做家务 做饭 另外一个专门看孩子 咱俩呢 就盯着 你们两个人哪 就一百二十个放心 小杰 你和小郑啊 想工作就工作 想到哪儿玩啊 就去哪儿玩 你们就放心吧 什么都不用担心 大姐 你说他对不对 顺其自然吧 你看他们两个人现在 像个孩子一样 没长大 现在呀 他们俩像个孩子 等他们俩有孩子了 就慢慢长大了 要我说呀 让他们俩生三个 你看看 生三个 俊男靓女 聪明伶俐的 多好的基因啊 其实他们多生 就是给社会做贡献呢 我的女儿一直说 她要做丁克 丁 丁克 丁克 什么意思 丁克就是不要孩子 不要孩子 行吧 现在不生啊 就不生了 我们也不催 行了 行了 别的话先别说了 看看这房子怎么样 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要不先定这儿吧 大姐 小姐 你们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 那老徐 咱们就定了 定了就定了呗 这孩子 你还必须得生 咱们老徐家是三代单传 你要是不生孩子 咱们老徐家不就断后了吗 再说吧 过着过着她会改变主意的 这女人要是不想生孩子 就是不踏实 整天就想着玩 她不是那样的人 我也不会让她成为那样的人 你不会让她成为那样的人 你不会让她成为那样的人 你保不住其他男人对她有想法 我